不過在這一次 其實我們要請教劉總監 在這一次呢 其實美國對中國半導體的制裁 並沒有阻止中心 他們量產麒麟九千S的這個處理器 那麼原本的美國制裁 中國大陸的目標是希望可以封鎖 他們讓他們落後十年的時間 但是呢 這樣的一個消息出來 他們麒麟九千S可以生產的話 等於說他只有落後四年的時間 跟美國原本的期待 其實落差很大 對 之前我們可以看到明顯的 這個美國的部分 他是希望中國就是停留在二十八奈米的一個製程 那這樣幾乎就是可以落後差不多十年 那四到五個世代的一個時間 但沒想到呢 在這個所謂的一個中芯國際 那他藉由這個所謂DUV的一個設備 再加上多重的一個曝光 來達到七奈米的一個製程的一個技術 那麼所以在這一次的麒麟九千S的一個晶片 那麼就造成了 他是以這個七奈米的一個製程 那麼顯然目前是在這個先進製程是落後 那目前像是台積電生產的三奈米製程 大概是只有五奈米跟三奈米這兩個世代 那大概是四年的一個時間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這一次美國稍微比較緊張的一個事情 那目前的美國我相信他未來中長期還是希望將中國是把他困在這個晶片的一個晶備的一個軍賽 競賽當中希望還是能夠有落後十年的一個時間 所以未來勢必會加大他的一個管制的力道 那但是另一方面其實在中國他其實也會比較擔心 就是說在這個先進製程方面的一些開發 那越來在這個取得這個EUV的一個設備 當然現在其實可能性已經是非常低了 對 很難獲得了 對 在這個愛斯摩爾已經是禁止出售了 那但是現在未來就是要看 有關於在DUV這個部分的一些設備 他未來的一些維修 那以及在相關的一些服務 是不是還能夠獲得愛斯摩爾相關的一個資助 那個可能在這個部分還是有待觀察 所以顯然在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看得到 中國呢 他似乎在整個這個設備的一個國產化 可能在未來的一個進程上 並不是那麼樣的一個順遂 其實看到這樣的一個情況 真的會讓美國很擔心 因為他們幾乎就完完全全可以做到國產 除了在記憶體這一塊 我剛剛提到劉總監 為什麼他在記憶體的部分 沒有就是當然使用他們自己的長江存儲 我們看到在這次其實華為的一個突襲 當然就是藉由在這次的一個星機 MAP60系列的這個部分 那麼也來達到就是說 校正美國的一個意味 其實是相對的濃厚 那這個當然也使得美國 對於中國的一個科技管制 我相信未來也會是持續的一個上升當中 可能會下更重的手 是 沒錯 那這個會讓全球的一個供應鏈 是持續處於在一個風險 升溫的一個態勢 那剛剛主持人也提到 我們藉由他的一個所謂的一個供應商 可以看到他幾乎九成都是一個國產化的一個現象 但是唯獨在這個記憶體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那麼這個目前算是在中國 半導體發展環節當中 像是相對是比較這個落後的一個一環 我們可以看到他雖然是採用這個SK海力士 不過在南韓的一個業者也是極力的在喊冤 他們並沒有直接供貨給予中芯國際 因為在這個部分其實是禁止的 所以也等同說在華為其實這一次呢 是用迂迴的一個採購方式 也就是說他是藉由其他的一些管道 來取得這個SK 來拿到SK海力士這樣的一個這個產品 那為什麼不用國產的 也就是說目前中國正在發展的記憶體 包括了長江存儲 以及長新存儲的這個部分 那分別代表的是Navresh 以及在Drain的一個產品 那最主要其實在量跟值的一個部分 都比較沒有辦法吻合華為目前的一個需求 那麼就量能的部分 其實現在現階段他們的一個量產的規模 還是相對的比較小 而且目前供應中國 大概還是以消費型的電子產品是為主的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前一陣子 這兩家中國的一個國產的 這個所謂記憶體的業者 他們目前都還是處於在這個美國出口的一個 管控的一個範圍之內 那更何況美國對於在這個記憶體方面 那也就是18奈米的一個製程的一個Drain 它的一個設備 以及在Navresh兩百一百二十八層以上的 這個部分的設備是沒有辦法進口的 所以相對會使得這兩家本土的記憶體的一個業者 他們未來在整個技術的一個發展上 會遭到一個相對的困難度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就沒有辦法達到華為 他像是旗艦機所需要的一些規格 不過像他們雖然是國產 不過在良綠的部分的話 有這麼快可以追得上嗎 我覺得是相對是比較困難一點 目前還是應用在消費型的電子 會是比較多的 那您剛剛也有提到 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的話 會造成整個供應鏈的一個危機 那對台灣來說呢 是利還是弊呢 好 那我們首先先來看在這一次呢 華為推出的一個新機 的確對於整個半導體的供應鏈 會帶來他的一個蝴蝶效應 那本身對於中國來講 那當然中國這次其實在華為的一個銷售呢 當然說這次是所謂蒸汽機 或者是這個愛國機的部分 銷售是非常好 那而且趁勢在中國官方這次也推出了三千億的 這個人民幣的一個大基金 希望能夠這個激起直追 美國也會全盤的去檢討 究竟過去在這幾年來 對於中國的管制 到底哪裡出現了漏洞 跟不全的一個地方 為什麼還讓他們可以做得出來 所以在未來勢必呢 這個華為的一個逆襲的動作 會引來美方更大的一個力道的一個管控 以及在這個範圍的管制也可能會擴大 那對於臺灣來講 我覺得對於供應鏈 目前看起來是必多餘力的一個狀況 我們舉一個在這個晶圓代工的一個例子 那麼如果現在我們看到就是說 中國對於美國的一個反制 也就是說可能會限制中國官方的 相關的一些政府單位 來禁止使用iPhone的一個相關的一個產品 那這個部分可能就會連帶的帶動 可能像是在高通的部分 它相關應用在蘋果的這個5G的一個機瓶晶片 可能就會這個量就會比較減少 那我們知道在這個高通的下單 是比較是連結到台積電的部分 甚至是在臺灣相關的一些供應鏈 所以在台廠的部分 就會是受到比較間接的一個影響 在IC設計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看就是因為過去呢 因為華為的市占率的往下 那其他中國安卓陣營的部分的一個手機 它的市占率是往上的 所以這個是有利於在國內 聯發科的手機的晶片 那但是現在華為的一個崛起 等同會比較壓縮到其他中國 安卓陣營的手機的晶片 所以相對應的也會比較牽動到 聯發科這個部分